Hello 是我呀 宫女也有月考 如何在宫中搞钱 怎么才能让皇帝看上平平无奇的打工人 本期我要讲一讲清朝宫女这个团体 她们是紫禁城中最大的组织 甚至比紫禁城里的主人还要多得多呀 深入研究后我发现 她们是个有组织有纪律定时学习不定时考试的 一个相当严格的女团训练营 没本事天字不聪明的 一到年纪就会被淘汰出宫 有本事的有天字的就会升职甚至当官 当然了如果是十分幸运的妹子 又有可能被皇帝阿克皮克抽到 麻雀立刻变凤凰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初级的秀女 宫女官女子分别是什么 宫女呢就是宫殿中干活的女孩子啦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被玄境宫当差 当然了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入宫伺候皇室成员哦 清朝是最讲究血统的一个朝代 你这辈子顾的咋样 完全靠投胎 你得是三齐包衣出身 才有资格参选宫女 三齐包衣简单点解释 就是给正统妻人打工的团体 属于最低的妻人 当然了三齐包衣中 凡是符合条件的狗 必须藏制 不想去也得去参选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前楼年间呢 外任妻人的女儿13岁之后 就必须要提报到内务府 看人官员家的女儿呢 就不用而且不能参加 这就体现出清朝的种族歧视 有多么的严重了 连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 都必须是奇人血统 那秀女和宫女的区别就是 同为选秀 秀女就是给皇帝选女朋友嘛 宫女就是给皇帝的女朋友选丫鬟 如此简单的区别 这里呢 at一下历史上的令妃 她就是选宫女入宫的 是正儿八经的薄衣出身 青史稿中记载 魏家世1739年入宫 1745年成为贵人 在这期间 她一直作为宫女儿 在紫禁城打工 选秀呢 是三年一选 毕竟皇帝也不能每年 都找一拨女朋友嘛 但宫女却是每年一选的 因为需求量略大 历史学家们推断出 顺治时期 宫女人数为千人左右 皇太后处十二人 皇后分十人 皇贵妃配有八个 一次往下越来越少 到了大佑那儿 只配拥有两个宫女 此处手动at安宁荣 况且紫禁城里 宫女儿年龄到25岁 就要自动出宫了 走 如此大的需求量 可不得每年都选一轮啊 在紫禁城里打工的女人 除了宫女之外 还有一个团体 叫女官 而官女子 官女子顾名思义 是有一些职务要求的 听上去呢 比宫女要高一个等级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宫里除了有那些干活的 伺候人的工种之外 还有大量繁琐的仪式典礼 这些都需要女官去协助完成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后妃册封礼上 很多穿着官服的女人 她们除了是一些王公贵族的妻子之外 跟在后面的小罗罗 就是宫里的女官了 那同样是被选出来的宫女 为啥有的人能做女官 有的人只配干粗活呢 还不是因为有些人是学霸吗 宫女入宫之后会经过多种的技能训练 比如刺绣 打扫 缝纫等等 甚至要练习书法 时不时的呀就要考试 通过各种的考核来评级 以此分配工作 如果你只是个扫地的 那sorry 肯定是考试不及格咯 而能被选为女官高的 肯定是学识教养 都高于普通人 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地方 那就是轻功剧女主角永远不会错过的一个地方 新者库 能发配到新者库 一是考试成绩垫点的 二是家人或者本人犯罪的 一句话 你考得越好 就越有机会接触到上流社会 所以说呀 宫女儿在宫里的考核情况 一度影响到自己的未来呀 刺绣刺的好 写字写的好 泡茶泡的好 但凡你有出色的技能 就有可能被安排到前线 到时候无论是被皇帝看上 或者二哥甚至王爷背了 那就可以一步登天了 宫女变成后宫女主人 从此不再是梦想 说完宫女们 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名称 内庭姥姥 管家婆婆 妈妈里 因为工作能力突出 被上司认可的 而且是年长的女官 就有机会建成为内庭姥姥 在清朝的秋灯乐中有记载 宫女与帝制发者最尊 称管家婆 管家婆在宫人的地位是最尊荣的 这些婆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嬷嬷 这里手动at荣嬷嬷 在如意战中 荣佩被如意辟格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一位年长的宫女了 凭借着优秀的管事经验 被如意赋予了最高的职务 她有全力教导小宫女 并且负责如意宫女所有的大小事物 这些嬷嬷可以算是各宫的组长 而管家了 专门约束工人的言谈举止 管家婆婆们的装束 也和普通的宫女是有所区别的 她们会在发际插一些简单的朱钗再用一层黑纱罩住 这样也能和贫妃有所差别 资深宫女成为管家婆婆以后 身份地位以及工资待遇都会大幅度提升 假如你有幸照顾过哪位皇子 又恰好那位皇子将来当了皇帝 那你就是踩到狗屎运了 通常你就会被恩赐夫人的头衔 瞬间地位尊贵无比 仅次于宫中的嫔妃呀 so 想要在宫中发大财 你还得伺候对人呀 除此之外 清代宫廷还有一个职位叫做妈妈礼 这是来自满羽的烟毅 指的是老玉 就是年长女性的一种尊承 其实说的就是年长资深 有身受爱戴的宫女 不管是妈妈 嬷嬷还是婆婆 这些资深老宫女 在宫廷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一些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 清朝的皇帝哥哥们 对这些年长的老阿姨还是蛮好的 经常会恩赐封赏 以上就是清朝紫禁城里的宫女们的基本情况 这些女性打工人的结局 大体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所有人向往的 被皇帝劈克 宫女化身为嫔妃 再把令妃拿出来举例 她在做宫女的时候 肯定是三好学生 各项技能都比较优秀 才有机会服侍到嫔妃 甚至皇帝 不知道哪一天就被皇帝撇克了 生下的儿子还成了下界皇帝 这样的例子 在清朝后妃当中还真是不少 比如雍正的妈妈 乌雅士 她就在十四岁 经过一年一度的内务府选秀选中 入宫当了宫女 也是以宫女的身份 被康熙报以林姓 于是生下了下界皇帝雍正 当然了 宫女当中能有这么大突袭的 也实在是小数 你想想宫里一千多号宫女 里面能有一两个被皇帝看上的人就不错了 那剩下的一千多人是什么结局呢 一大批人 年满25岁即可出宫 自行婚纱 虽然在那个时候 25岁已经属于大龄未婚女千年了 但那就是他们的宿命 还有很少一部分人 放弃了出宫嫁人的念头 那就会老死在神宫之内 前面说的管家婆婆呀 嬷嬷这些 肯定会在紫禁城养老 至于那些业务能力不好的老个儿 只能去做一些低下的体力活儿 剩下的时间就是跟小一辈的宫女 诉说着他们孤独寂寞的深宫生活 直到孤独的死去 啊 好了 本期的宫女指南就讲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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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